一个粉丝问我 他说我26岁 男的啊 对象比我大6岁 后来呢才知道他和我同事好过 好不容易我试着接受这一点 我又发现他更离过婚 没孩子 好不容易我又试着说我不介意吧 结果他又爆出在空窗期压力大的时候 谈过5个对象 现在为了我 他说他收心想嫁给我 哎呀我就感觉心如刀割呀 很多次我都想分手 及时止损 长痛不如短痛 但说实话我还挺爱他的 我该不该和他继续下去呢 哎呀说实话我还是挺爱他的 说实话你还是别跟他结婚 他说你大6岁你说你很爱他 我觉得是一个年轻男人 对一个成熟女人的一种迷恋 迷恋他的什么呢 善别人意 风情万重 这个我不细说你懂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女人的善解人意和风情万种 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男人 掌握了男人的那点心理和心思 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才能做到的 所以你描述的这些 他的经历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说为你收了心 那么你相信这种浪子回头吗 你相信他现在是想找个老实人接盘 从此就跟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 还是你更愿意相信江山已改 本心难逸呢 你觉得你能hold住他吗 你能让他对你说死心塌地的可以抵制住 外面所有其他男人的诱惑吗 婚姻可是人生大事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不会选择去冒这个险的 那如果你现在对他还充满着迷恋吧 也就是你嘴里说的我非常爱他呀 那我现在劝你离开 你肯定也不愿意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接着跟他处嘛 反正你才26岁 你又不急着结婚生子 多处一段时间看看 所谓的日久见人心吧 你看看他这个期间啊 这个长期的一个表现 你看看自己对他的这种心里边的介意 能不能过得去 看看过了两年 你的荷尔蒙冲动下去之后 你还是不是如此的爱他 然后你再决定 结婚与否也不迟吗